冯彦哲 黄雅琼发球 冯彦哲接发 比赛开始 0 比0 1比0 2比0 就像刚才张导所说的 还是要做好发切发 做好看张导 从这两个回合来看 还是 在发切发这个环节上 好像在 换发球 1比2 虽然有几个月的时间 没有打这种 国际性的大赛 但是熟悉黄雅琼和郑思维的 球迷朋友也都了解 郑思维他的跑动范围 是非常大的 他的速度是非常快 刚才我们演的做 从底角到往前 但是能量非常大 两个人的轮转 2 2 2 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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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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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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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6 7 7 7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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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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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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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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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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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女士 十三 比四 去年这个羽超俱乐部联赛他代表这个瑞昂地缘 尤其是打青岛仁州那场比赛 对他胜利还是很高的 幻发球 五 十三 幻发球 十四 比五 幻发球 六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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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十四 十四 四十四 大概多少几番差距就要被接上来 放篮球 15 杀球的目的性还是很强的 但是很可惜最后的这一半就没有能够控制好处了一线 郑斯文和黄小熊也是非常有比赛经验的 大赛经验 让您觉得他们俩现在这个情况 落后的情况怎么样 来改变 放篮球 球 45 这两个人放手 东方 反正在这一遍 第一个人 就跟东方的事情 这两个人 主要的 代表 把 我的 好 啊 10 第15 开局这段时间 冯彦卓和杜月的防守的变线 这几个球还是让郑思维来回跑光的范围比较大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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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11 这个球很可惜啊 在往前没有能够抓住机会 杜月发球正次为接发 好球 上发球 10号 16 放发球 17 12 这次队内对抗赛呢 一方面是让队员们在 疫情期间在缺乏足够多的国际大赛的情况之下呢 有一个大赛的这种感觉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让队员们来 适应新的装备 再跳起来 冯彦哲的移动范围也非常大 1米95的身高 做赁 下集 Connie 好球 2米5 打排 喝 刚才也跟张主角聊到了 这次新的赞助商 新的装备 其实队员们也需要都来适应 大家都看到了 队员们也是穿上了 新的赞助商品牌的 队服球鞋 包括球胖 大家也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这次队内对抗赛 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冲上去 转转过来 放把球18 13 好强喔 放开球 14 18 正好借这个机会呢 您也给所有的广大的球迷来讲解一下 或者说叫做传说一下轮转的一些经验 像刚才黄亚琼被调到了后场之后 郑思维在往前 那么两个人如果说作为业余球迷来说 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顺利的轮转过来 女队员跑到了往前 男队员在四五 因为这个首先是要两个搭档 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吧 因为每一队组合每一队搭档 包括每一个人的这个特点都不一样 因为像黄亚琼跟郑思维现在这种轮转 更多的时候都是黄亚琼直接就往上跑 郑思维往后去轮 这是他们俩的默契 对因为郑思维因为也是一种速度比较快 然后所以说他这样轮的话 就是效果会比较好 因为有一些业余球手 可能女队员可能如果没有花 你跑得这么快的话 可能你这个轮转就需要说 两个人有个沟通 看看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去 来去做这个轮转 或者是喊一声是吧 或者是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 假如说固定的到你轮到正手区的时候 然后自然而然就轮转 因为这样的话会打上来会比较快 放发球 拾球 男员手从左上这边撤的话 这边正手也会比较输 对 波炎哲发球 刚才您也介绍了 在这段时间 杜岳的整体的状态 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刚才我们看到杜岳在防守的时候 也确实是和之前相比 他的防守能力提升了很多 对 因为最近这一年多 可能确实比之前要提高了一大块 是吗 好 郑思维的这次斜线的摆脱在抓对方的回球非常快 郑思维和黄亚琼从18年开始搭档 从亚运会到各项巡回赛公开赛市井赛 这两个人的成绩也是非常的显著 而且现在呢依然是排在混双的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这个也是跟陈远哲的身高优势有很大的关系 也跟他的揭发的意识有很大关系 张长您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揭发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准备 或者怎么样在技术上来多给自己的搭档创造一些机会 两个人的轮转速度越来越快 对 因为相对来说呢冯彦哲和杜悦都是比较高的 合头 所以从速度上呢 郑思维和黄亚琼必须要打起来 变好嘞 再跳起来 郑思维还是杀杜悦这一边 郑彦哲上来了 21 比20 郑思维发球 郑思维发球 这个球最后一分 郑思维选择偷冯彦哲的后场啊 这个也是意高人胆大 冯彦哲毕竟是有1米95的身高 而且小伙子的这个灵动性啊也很强 郑志长您怎么来评价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 我觉得冯彦哲跟杜悦他其实 从开始五分左右 然后到中间可能十 可能十五分左右的时候吧 其实都打得非常好 但是可能他从领先以后 从前面有一个球他半场 上下往开始 然后就有一些这种 领先了以后有一些这种无谓的失误 其实就没有说前面打得说这么清楚 因为前面的话呢 他其实调动正所为的这种两边 然后包括说两人的防守 其实都是比较比较这个稳定 对 但是后来呢 领先了以后呢 就会经常会打一些这种说 平抽 然后呢 尽量的想自己这球又很快 但是这样的话 他正好是说跟正所为跟华雅琼 他正好说这个速度 速度这样去对上 对上以后这种 呃 当正所为华雅琼追上来几分以后 冯彦哲跟杜悦说想再想说 哎 调整这个战士说拉到后场以后 这个时候 正所为的进攻 这种得分率就会比之前要高了 对 也是说需要说 冯彦哲跟杜悦呢 需要说在这个间歇当中说 好好去准备一下看怎么样呢 20秒 把这个节奏再转变成说第一局前半局这样 嗯 因为他如果打得很快的话 政府的跟华雅琼 像后半段 从追分开始 其实他上分会很快 对 但你得分呢 又很又不是很容易 嗯 这样的话 其实 当他们追到 像正所为华雅琼 他追到说 差两三分的时候 冯彦哲跟杜悦的压力就会变得会大 嗯 而且刚才您说到的这个 中场的这种平手挡的这种快速的移动 反而是正所为和黄雅琼最擅长的 对 因为尤其是正所为嘛 因为 配合上不用说 因为正所为华雅琼 肯定是配的比较熟 但是正所为呢 相对来说 呃 他的特点就是这种速度快 一 然后呢 第一局 不停顺这种 推压比较多 嗯 对 双双的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的比赛 郑思维和黄雅琼在中局打的并不是太好的情况之下 思维也比较多 但是到最后还是22比20拿下了第一局 换发球 一 看冯雅琼和杜雅琼能不能调整 如果调整不过来 基本上 呃 就会被正所为的花球很快的 所以这个 拿下第一局 其实第一局 杜雅和冯雅琼两个人的防守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开局的时候 对 他其实 开局 包括11分能领先 一个是防守不错 一个是正在花球 当时的这个 自己的失误 其实也比较不错 看看第二局的比赛 冯雅哲和杜雅 能不能调整到第一局 开局的状态啊 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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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球 是 又是这种中间档的评球档啊 又给了 黄雅琼在往前的机会 像这种球 像冯彦哲和杜月 是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是要挑起来吗 是要给自己防守 再来过度创造机会 还是怎么样去做 因为其实冯彦哲 他有这个身高的优质嘛 所以他其实前面这个球 他发完 黄雅琼接出来以后 他其实第一排抽得很好 但是当对面再打回来 第二排其实还选择 说这种过直线 但其实他如果是第二排 他更好的 第三排他更好的 就是他能勾出来对角的话 这样的话 黄雅琼这样移动起来的话 他的球质量就不会那么高 第二排如果变见一下 到对角啊 对 因为他如果这种直线的话 像黄雅琼他蹲在这里 基本上 如果想穿过 一定要是 肯定是要有点球速 如果没有球速 基本上不太能穿过黄雅琼 这边 你会不会有点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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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8丘 正式的一切放 高质量的切放 4 5 6 5 放发球 7 比4 这次比赛也是希望队员们能够找到这种 大赛的感觉 又是一个高质量的揭发 黄彦哲在往前 杜月在后场 看看两个人怎么来轮转 好防守 8 比4 业余球迷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扰 就是两个人在平行站位防守的时候 对方杀到了中路这样的一个位置 让两个人都感觉好像在接球的时候比较的难受 那张正老 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 作为业余球迷来说 或者作为 球员来说 有没有什么一个基本的原则 杀到中路的时候 像这种球到底干谁来接 是对角线的人接 还是怎么样来处理 因为如果是混双的话 男选手的防守面积会大一些 所以基本上 一般情况下都是男选手会 相对来说保护中路多一点 保护中路多一点 9 比4 在经过了第一局的这个调整之后啊 黄亚琼和郑思维现在不仅仅是速度越大越快 而且这个进攻也保持的非常好 失误也减少了 对因为其实第一局的时候 呃 当冯彦哲跟杜月领先以后呢 其实郑思维华琼呢 他这个心情 呃 其实已经没有说像第二局这么足 继续比赛 但是呢 呃 这样就能体现出郑思维华琼 他确实现在来说是 这个代表混双那个 顶尖神的 他这个调整的能力非常强 是 对所以说当 呃 当郑思维华琼调整回来 然后呢 巴比顿追平以后呢 包括说临下第一局以后 对冯彦哲跟杜月这个信心呢 会有一定的打击 嗯 所以就不会说像第一局这样领先以后 觉得 哎 打得都不错 但第一局一输了以后 就觉得哎 这球该怎么打 其实他也会有些犹豫 嗯 但反而这个时候郑思维华琼华琼 他的信心会很足 因为第一局在这么这个落后的这个情况下 他 他 他靠这个两个人的调整 包括说两个人这个 默契的配合 然后他这样去 反超比分吧 嗯 还是要把场地上的汗水啊都擦一擦 确保不要出现伤病的问题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国雨协 海南领水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羽毛球队 队内对抗赛 今天呢是第一天的比赛 这次比赛是为期两天 今天将会举行十场比赛 五个单项都有 男单两场女单两场 女双两场 混双两场 男双两场 这是 这次对抗赛的第一场比赛混双 好球 5 比9 第一局比 第一局的比赛呢 正思维和黄雅琼 在落后的情况之下 反超 22比20 拿下来 这是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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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比9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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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雁哲是2001年出生 1米95 83公斤 19年世情赛的混双冠军 当时他的搭档呢 是 呃 林芳琳 在去年的俱乐部联赛当中 刚才张战指导也说了 呃 这个年轻队员发挥是非常不错的 胜率非常高 1 1 6 男方进入间接时间 张主任刚才像这个回合 呃 杜岳和封猿哲的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一平抽起来吧 他们就有些就是 不想一直跟正非汉行抽的那种感觉 一直想跟对方速度啊 拼速度 拼这个停抽 嗯 因为没有说这个 变节奏 说这个 或者说这个变线路 他其实都打在正非汉花雄的手里 是 因为如果你打在手里的话 正非汉花雄 正好他这个节奏会 会比较快 是 因为他第一季得分 其实也更多的是靠说 打开正非汉花雄 然后呢 让他其实跑动起来以后呢 才会出现失误 是 如果你这样速度很快的话 正非汉花雄基本上 他其实 二十秒 失误率会很少 他这种快速的行 是 而且正四卫和黄小琼 他是比较习惯于这种打法的 对比较习惯 而且正非他这 确实他这种 这种速度啊 确实还是会给这个 黄小琼和杜月造成很大的压力 嗯 参法球 七 对西 杜月发球 花雅琼接发 哦 杜月发球 花雅琼接发 对对对对 参法球十二 接发的质量非常高啊 前三拍抢得很凶 十三 十四 十七 十四 十七 现在感觉杜月和唯严哲也 不敢给对方祈求啊 不希望给对方祈求 但是呢 这个平周党在往前呢 又被黄小琼押制 ,加一 麻球出现了失误 不拜他球 班 regen 十四 黄小琼 陈 ped 这段时间两个人打的比较被动 换把球 九 四 五 这种球 挑起来之后给郑思维杀球 但是两个人其实防守还是不错的 像第一局开局一样 对 他其实 对他们来说会稍微有一点点优势 如果这种快速平拖的话 基本上还是正费的话 你会赚很大的 十 十五 十一 杜月发球 换把球 十六 第十一 杜月发球 这个球采访给了街内 正式的发球 十七 这个球是两个人的轮转出现的问题了吗 对 两个人配合稍微有一些犹豫 然后轮转上稍微有一些犹豫 然后轮转上稍微有一些犹豫 从 其实从那个冯彦哲第一拍接发以后 两人配合就稍微有一些犹豫 包括说这个 正所以他们这种 扯开以后呢 这种被动的这个 处理球 就稍微的 十八 有一些不到位 嗯 谢谢 刚才张志导也介绍了杜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整体的这个状态也是不错的 而且有了很大的进步 之前也 听到这个 好球 再来 十球 而且感觉杜月的力量要比以前强了 张志导 是不是有 您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他现在在队内这个力量 那我不知道 因为我 我还是队员 我不是教练 好球 再跳起来 很可惜 出了底线 二十 比十一 第二局比赛 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结束啊 郑思雷在第二局 和黄雅前面打的还是比较顺的 也不像第一局出现这么多的失误 最终还是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我们请张志导来总结一下第二局的比赛 尤其是